欢迎收听有声书《春秋战国真有趣》 第六册 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 第十章 大子丹的怨恨 秦国灭掉赵国后 派王俭率军顺势北上兵临溢水 在溢水以西打败燕代联军 直逼燕国的首都继城 这时候燕国的君主是燕惠王的曾孙姬喜 因为死后没有嗜好 史上称为燕王喜 前面提到 秦王嬴政出生在赵国邯郸 直到九岁才回咸阳 在邯郸生活的那些年间 嬴政认识了一位来自燕国的小人质 两个人身份类似年龄相近 自然而然玩到了一块 可以说是总角之交 关系好得不得了 这位燕国人质便是燕王喜的儿子姬丹 当时被称为赵丹 史上一般称为大子丹 后来嬴政回到秦国 当上了秦王 大子丹又被改派到咸阳来当人质 燕王喜的本意 大子丹和嬴政两小无猜 将他派到秦国 也许有利于改善两国关系吧 然而让大子丹没有想到的是 儿时的玩伴长大之后 便变得面目全非 从嬴政的眼中已经看不到 丝毫昔日的友情 只有高高在上的巨傲 和盛气凌人的蔑视 大子丹受不了嬴政的气 一怒之下便从秦国逃回了燕国 自古燕兆多卑康之事 大子丹此举 从好的方面说是性格刚烈 从不好的方面说 是对国家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让秦国有了进攻燕国的口实 回到燕国后 大子丹仍咽不下这口气 总是想找机会向嬴政报仇 然而秦强燕弱 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 大子丹只能空自揭叹 无可奈何 嬴政亲政后 频频重拳出击 蚕食山东各国土地 吞并天下之治昭然若揭 燕国和秦国之间 本来只有赵国相隔 互不搭界 可是随着赵国一步一步走向衰亡 燕国人也感到危险越来越近 大子丹既怨恨嬴政的不仁不义 又担心燕国会遭到秦国的攻击 便向老师居武请教 我想向秦王报仇 请问您有什么好办法 报仇 居武被他这个想法震惊了 很干脆的说 现在秦国的土地变天下 攻取三进又如囊中取物 秦国北有甘泉 谷口等要塞 南有精水 喂水灌溉肥沃的土地 并拥有巴蜀 汉中富饶资源 西有笼山 民山 东有寒谷五官 人多势众 武器精良 请问您用什么向秦王报仇 只要他心念一动 长城以南 一水以北的燕国 就无法安生 我看您还是好好想想 怎么样才能不遭受秦国的进攻 不要再为了当年所受的一点点侮辱 就成天想着要去处他的逆鳞了 所谓逆鳞 据韩非子记载 是龙脖子下面的一小块白色鳞片 因为是全身血管总汇之处 特别敏感 龙虽然高贵 只要应付得当 也可以倾侠甚至齐丸 但是如果有谁不小心碰到这块逆鳞 就算龙的脾气再好 也会如同火山爆发一般暴怒 将此人杀死 大子丹知道居武所言不虚 道 您说的对 可就算我不找秦王报仇 秦国也不会放过燕国 那时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居武长叹一声 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吧 便没了下文 公元前二三三年 秦将樊于七在宜安被李牧打败 逃亡到燕国 被大子丹收留 居武劝大子丹 您这是自取灭亡 秦王的残暴天下皆知 他和您之间的恩怨 又使得他对燕国极为不满 现在如果他知道您收留了樊将军 事情可就闹大了 您现在的做法 好比把肉扔在恶虎的必经之路上 即便是由管仲燕英这样的谋臣 也挽救不了燕国 大子丹说 樊将军既然来投奔我 我怎么能够将他拒之门外 居武说 您一定要收留他 就把他派到北方去 出使匈奴 不要让秦国的间谍知道他在燕国 但靠燕国的力量 是无法抵御秦国的进攻的 请您西向联合三进 向东联合齐国 向南联合楚国 再加上派樊将军去争取匈奴的支持 然后再考虑对秦作战 大子丹跺脚道 老师您给我出的主意 总是旷日持久 而我内心的胶着连一天都不愿意再等 樊将军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投靠我的 我无论如何 不能因为害怕秦国 就把这样一位朋友扔到匈奴去 何况我现在正是用人之计 还是请您为我想想别的办法吧 居武苦笑 您做的是凶险的事 却想求得安宁 一面制造祸端 一面要祈求福分 对秦王怨恨颇深 却又不愿意深谋远虑 为了一个新来的人 竟然不顾国家的大害 这跟把鸡毛扔在火炉上烧 有什么区别 巴拉巴拉 我是拿不出什么办法了 我知道继承有一位田光先生 此人智勇双全 您可以去问问他的意见 大子丹听到田光这个名字 眼前一亮 说 田先生的大名 我也有所耳闻 您如果跟他相熟的话 就为我引荐一下 您看行吗 居武说 当然可以 居武跑到田光府上 说 大子希望向您请教一些国家大事 希望您不要拒绝 田光很爽快的说 这是我的荣幸 田光跟着居武来到了大子府 大子丹亲自出门相迎 倒退着为田光引路 进门后又跪下 用袖子为田光胆拉胆坐席 席子已经打扫得很干净 这不过是一种尊重的表示 待到田光坐定 左右都退下后 大子丹又离开自己的坐席 像小学生一样坐到田光对面 说 秦国和燕国势不两立 对于我们当前的形势 请先生指点 田光咳嗽了两声 说 老臣听说 骏马年轻力壮的时候 可以一日千里 可是当他老了 连猎马也能跑在他前头 大子 您听人说我能干 那是我年轻时候的事 可我现在已经年老体弱 恐怕是帮不到您什么忙了 您别失望 我给您推荐一个人 他必定能够派上用场 就这样 通过居武和田光的辗转介绍 一名叫荆轲的人 出现在大子丹面前 大子丹的怨恨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的收听